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差的时间大致是三个月左右啊 也就是三个月后 然后呢 它再由赤壁的时候写的 两篇文章写的有些不同啊 好 先看第一段 试岁十月之旺 布自雪塘将归于林高 那么试岁呢 指的是这一年啊 这一年 那么布自雪塘 雪塘是苏氏在黄港县东坡建筑的这个住所啊 然后呢 那个塘啊 因为这个地方啊 在大雪中建成 而且四壁都化有雪景 所以叫雪塘 也就是它的临时住所啊 那么就是这一年呢 原封五年的十月十五日 我从雪塘步行出发 将要回到林高亭去 也就是搬家了啊 林高亭 林高也是个地方 地名啊 二客从雨过黄泥之坂 那么两位客人跟着我经过黄泥板这个地方啊 黄泥板的就是山坡啊 这是雪塘到林高亭之间的必经之地啊 双路即将木叶尽托 人影在地仰见明月 故而乐之行歌相当 相当 这是这时候啊 双路啊都已经降下了 树叶呢也完全都脱落了 这是冬天啊 然后人影呢 映在地上 抬头呢望见银白色的月亮 啊 月亮 然后呢 看看这四周的景色很愉快 于是边走边唱 相互应和啊 相互应和 所以要故而乐之啊 四周景色都很好 所以很愉快啊 一二探月 有客无酒 有酒无瑶 月白风轻 如此凉夜和 那一会呢 我叹息的说 有了客人却没有酒 有了酒却没有菜 月光交结啊 微风清爽 怎么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呢 也就是说苏东墨想喝酒 啊 然后有有菜有人啊 然后有美景 如何度过 想喝酒了啊 客曰金者伯木 举网得鱼 巨口细鳞 撞入松江之炉啊 那么呢 客人说今天傍晚的时候啊 撒网捕鱼呢 捕捕到一条鱼 啊 嘴巴很大 大大的嘴巴 细细的鳞片 就像松江里的四塞炉鱼啊 四塞炉鱼 故安所得酒乎 但是从哪里能弄到酒呢 也就是这里有菜了啊 可以弄到一条鱼 但是弄到哪弄酒呢 归而谋诸妇 那么他就回去跟妻子商量 妇就是妻子 妇曰 我有斗酒藏之酒义 一代子不实之虚 哎呀 回去跟妻子就说了 哎 我还有一斗酒啊 收藏了很久 等着你随时能够什么呀 取用叫代子不实之虚啊 然后这就很好 有人有菜有鱼 然后呢 有酒就可以喝酒了 于是写酒欲余 富有于赤壁之下 江流有松 断岸千尺 山高越小 水落石出 于是呢 我们就带着酒和鱼 再次在赤壁下面进行游览 江里的流水发出的声响 两岸陡峭的崖壁高过千尺 那么山呢 显得小了 岳也显得小了 山显得高了 岳显得小了 江水退落石头呢 都显露出来了 这是景色 曾日月之几何 而江山不可复失忆 才过了多少日子 江山的景象 已经就不能再次辨认了 欲乃涉衣而上 吕蝉颜 披蒙荣 举虎豹 灯秋龙 攀秋湖之微潮 秋湖之微潮 这这句话里面 那几个字呢 比较难懂啊 我慢慢说 我先把大概意思说一下 就是我提着 我用手提着一阶上岸 踏着郡显郡的山岩 剥开稠密的野草 蹲在宛如虎豹的山石上 山石上 然后呢 行走在盘区古老的树林中间 然后爬上虎扭建造的高潮的崖壁 然后赴平夷之幽宫 然后呢 就俯身呢 下看水神 水神逢夷的这样的一个神功 一个神功 好 这是大致整体的意思 那这里边有几个词语 第一个叫禅言 这个绿子不说了啊 这个禅言就是那个 看起来非常显峻的岩石啊 还有这个蒙荣 批蒙荣 蒙荣呢 指的是稠密的那些野草 虎豹 虎豹呢 指的是那个山的石头啊 像虎豹一样 很猙獰啊 还有一个囚龙 这个囚龙呢 是有角的一种小龙 这里边主要是指那些 盘踞在山石上的那个 那些树木啊 好 七湖 接着 攀七湖之为一种 七湖是一种鸟啊 攀他的这个巢穴啊 好 接着 平夷 平夷呢 是何伯 啊 何伯就是叫平夷啊 何伯 这个也特别注意啊 那么幽公呢 指的是深公 该二客 该二客不能从焉啊 两位客人呢 就吓得不敢跟着我上来啊 不敢跟着我上来 华然长笑 草木震动 山 山敏古硬 风起水涌 那么呢 我高声的大喊啊 长笑啊 草木为之震荡 山谷呢 回响 风起什么呀 浪涌啊 风起浪涌啊 这是表现的 灵狐其不可流眼啊 灵狐不可其 就是说 我感到非常的凄凉悲伤 阴森恐怖 害怕的就不能在那里面停留了 反而登舟 放乎中流 听其所指而修烟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我回身转过来就登上了小船 然后漂浮到江心 让他停到哪 停到 他停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啊 就是没有划船 随便他飘啊 十夜将半啊 十夜将半 四顾寂寥 时有孤鹤 横江东来 那么呢 这个时候已经快半夜了 向四周望去啊 寂寞空虚 这时候恰好有一只孤鹤 横穿大江的上空 从东面飞了过来 赤如扯伦 悬赏浩衣 然后 夹染长鸣 略欲舟而吸引 啊 那么呢 翅膀啊 就像车轮一样大 然后灰色的裙伤啊 红色的裙子 白色的这个上衣啊 浩衣呢 高衣呢 是不止白色 这个是指黑色 上呢 指的是上衣 那衣呢 指的是下一啊 下半身啊 白色的 黑色的裙子啊 上的是指的下半身啊 刚才说反了 黑色的裙子 白色的上衣 夹人叫了一声 就擦过我的小船 一直是 向西面飞去了 你看这这段话呢 写到他 在半夜的碰见一只鹤 一只大鹤 大仙鹤飞来 写的就很神奇了啊 好 须遇客去 雨雨就睡 那么过了一会儿呢 我和客人都离船登岸 那客人呢 辞去 我也睡觉了 梦一道士 雨雨偏迁啊 这个雨雨偏仙啊 雨雨偏仙 偏仙的意思指的是飘然轻快 他睡觉的时候 做梦 梦见一个道士啊 然后飘然轻快的来了 过林高之下 然后呢 就经过林高亭的下面 急遇而言约 就是做一啊 给他做了个一啊 拱手啊 拱手施力啊 赤壁之游乐乎 问其姓名 福尔不达 那么这个道士啊 就向我拱手行礼 问我说 赤壁的游览快了吗 那么我问他姓名呢 他的低着头也不回答 呜呼一息 我知之矣啊 我知之矣 愁夕之夜 飞鸣而过我者 飞子焰 然后那个 哦 我明白了啊 昨天晚上啊 从我船上飞过去的 不就是您吗 不就是您吗 道士顾笑 余意景悟 那么呢 道士回过头来 就笑了笑 我呢也警醒了啊 警悟 这个悟呢 是醒的意思 就被警醒了啊 开户失智不见其处 打开房门一看呢 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好 我们可以看整篇的后 吃壁腹 他跟前一篇的风格就 截然不相同了 最后他写了一只 江上的大的 大的仙鹤 然后呢 他又想到他梦 一个道士来看他 来问他啊 然后呢 后来他警醒啊 还写了半段梦啊 从这可以看出来啊 你看我们简单的对比一下 这个前翅壁腹和后翅壁腹的不同 前翅壁腹的写作重点呢 在写水 而后翅壁腹的重点呢 在写山 然后前腹呢 主要写的是秋天的景色 而后翅壁腹写的是冬天的景色 那么在净 在整个的写作境界上 前翅壁腹啊 他比较幽静啊 比较静密啊 比较幽静 而且呢 他虽然写了些人生短暂的 这种消极思想 但是他最终呢 还是比较旷达的啊 比较旷达 比较旷达的胸怀展现出来 后 后翅呢 写的第一 写的很惊险啊 恐怖啊 迷离恍惚啊 非常迷离 啊 非常迷离 尤其是最后的这样的故事 叫做道士 画鹤的这样的一个 呃 这样的幻觉啊 道士画鹤这样的幻觉 他就给文正啊 笼罩出了一种比较缥缈的气氛 那么这篇文章就反映出了 比较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 所以说在中学的教材里边 一般选选择的时候 都选择是前翅鼻腹 啊 没有选择这个后翅鼻腹 他也是有原因的 好 今天的这篇文章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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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